太平天国红秀全的生活 红秀全建立政权后,却沉迷女色,忘了当初起义的目的,导致最后太平天国悲惨的结局,同时也导致他和自己的儿子的惨死 红秀全生活有多腐败,他出行五十六人抬轿子,宾妃们大多是将这加厉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红秀全在起义初期,把太平军和穷苦百姓当老爹养共着 但是攻占南京城之后,他却变得鞠躬自傲起来,不仅对士兵多加斥责,甚至还经常一言不合杖毙后宫中的妃子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红秀全在组织金田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搞了十五个女人在身边享用 起义后,部队到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永安州,被青军包围了,一直包围了四个多月 而红秀全在永安州又搞了三十六个女人税 起义队舞到武汉时候,红秀全大肆进行选秀 展开全文指导红秀全自杀的时候 据江南春梦笔记中记载,红秀全的天王府里 有爱娘、喜娘、妙女、娇女等十六个名位 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 又有差女、圆女等七个名位 共九百六十人,光嫔妃就有一千一百六十八人 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继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 在天王府陪是天王一个男人 红秀全的儿子红天贵说正是个妻妾,共八十八人 红秀全还仿照过去的皇帝的做法 用来八十个男童,准备搞成太监 但阉割是高难度的借数活 结果见了八十个,死掉七十七个 剩下的三个也都成了废人 只好作罢 1856年,红秀全因为忌惮东方杨秀卿的权势 所以便借着韦昌辉的手 杀掉了杨秀卿的一家老小 和他的嫡系部下大约两万余人 红秀全还借着混乱 把石打开的一家老小都给杀掉了 石打开听说了这件事后 气得怒目圆征 当即率领大军杀回了天津 看到来势汹汹的石打开部队 红秀全怂了 他带着士兵杀掉了维昌辉和秦日刚 清理掉了他们的士兵 借此向石打开赔罪 也就是此事后 太平天国一蹶不振 失去了灭掉清朝的希望 然而最让世人诟病的 不是红秀全的智商 而是他的私生活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太平天国在拿下第一个小城市永安的时候 红秀全便一口气拿了三十七个小气 等到攻占了天津之后 红秀全更是肆无忌惮的搜罗美女 甚至连部下的妻子都不放过 最后 红秀全立下了一条规矩 所有少妇美女具备天王选用 红秀全的王府中都是女人 对官员许几个老婆 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但对老百姓却完全的相反 要求禁遇 这就是 使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简直就是无耻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 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 是历史上罕见的 1864年3月 天津 和威后 成内粮食不足 红秀全带头吃田路草团充饥 因而治病 1864年6月1日 同志三年4月27日 红秀全并是天津 清方记载称自杀 清军在成县后将他的遗体毁掉 但大多史家认为 红秀全系服毒自杀 东南大学历史学家郭廷义说 红秀全之死 以服毒说为尽真 简就文在太平天国权史中指出 红秀全自杀是事实 罗尔章太平天国史稿 根据李秀成字述内容 认为 红秀全是服毒事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